大家都很聰明 處理很複雜的事情 都忘了這個單純的美麗 新娘 因為今天是新娘 明天是老婆 但是也有女生抗議 說為什麼不是新娘 因為今天是新娘 明天是什麼 老公 小白加小白等什麼 答對了 小白2 Kiss是名詞動詞還是形容詞 各位都很有經驗 猜猜看 Kiss是名詞動詞還是形容詞 動詞是不是 大家想都是動詞 其實是連接詞 想太多了 希爾頓香格里拉凱月來加復生 最沒有禮貌 香格里拉 誰叫你啦 雖然外交部邊香格里拉做很多生意 這一體不能外露 不能外線 我名字叫洪正斌 我是政大外交系畢業 我的工作地點 跟我們剛剛租大使 還有所有的同仁一樣 大部分地點都在國外 我第一次是派到南非去 南非最漂亮的那個城市 知道的請舉手 卡古頓 卡普頓 Table Mountain 去過非洲的請舉手 漂不漂亮 卡普頓 真是超漂亮 每個人心中 都有一個最美麗的城市 我走過幾個城市 我覺得最漂亮的城市在卡普頓 真的是超美 我第一次到Atlanta 在喬治亞洲 各位看這個下面這張口 可口可樂的總部就在亞特蘭大 有一個可口可樂的博物館 你只要假如5塊美金進去 可口可樂就可以無限倡議 另外CNN的總部也在亞特蘭大 還有這部電影 Done with the Wind 我們台灣翻譯成什麼 亂世家人 那個原文書翻譯成 飄了亂世家人 這就是講那個美國的南北戰爭 你想要知道美國的歷史 可以從這一本書 這部電影先來了解 那他描寫的故事很多都在南方 那Atlanta就是美國南方的首都的意思 另外左邊這位黑人是誰 金恩博士 金恩博士 英文叫M.L.K. Martin Luther King 這個他的故事大部分都在南方 後來有機會到紐約 紐約這個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洋基棒球隊 我們之前的那個選手誰在這邊 打過 王健平 這個是美國好萊塢電影最喜歡拍的 蘿菲勒森的前面的冬季的滑冰 後來我外放到馬尼拉 長灘島去過的請舉手 他不漂亮 漂亮 但是長灘島你要到Station 1 Station 1的話 人比較少 旅館比較高級 到了Station 1整個都放鬆下來 大概就是拿一本書坐在沙灘前面 看著這麼漂亮的行 但是馬尼拉也有東南亞各大都會的一些問題 停複懸殊 後來我外放到Miami Miami當時我運氣超棒的 我去的時候剛好NBA的那個Miami的熱火隊 連續兩年都得到NBA的總冠軍 當時他們有三劍客 左邊這位叫LeBron James 的那位是Chris Bosch LeBron James現在在那個騎士隊 他剛剛算你那個騎士隊 打敗的那個勇士隊 所以當時那兩年 我們看了很多的NBA 超棒的 Miami的海灘雖然漂亮 但是我覺得剛講的長湯島 那應該還是比較漂亮的 我上一次是從印尼調回來 印尼是一個什麼樣宗教的國家 回教 跟著我唸一遍 阿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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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這個國際禮 會慢慢學很多不同國家的語言 下次你碰到回教徒就講 阿沙拉 阿沙拉 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前 阿沙拉 阿沙拉 唸一遍 阿沙拉 阿沙拉 你這樣你就會教到很多回教的朋友 真的 不是每一個回教的朋友都是RS 不是 各位 印尼 雖然是個回教國家 但是卻有全世界最大的 對不起 我沒有講什麼意思 阿拉 真主與你同在 就是你好 阿沙拉 阿沙拉 雖然是回教國家 但是有全世界最大的佛教 世界隱藏 世界隱藏 在那個沙拉島的日 阿沙拉 所以 世界之大之奇妙 像很多人都去過很多國家 就會知道說 我們在台灣看世界 有時候要走出去看 才會知道 很多地方都超出我們的想像 一個回教國家 所以 全世界最大的佛教世界隱藏 另外 右上角 這個圖就是 華隆大 巴厘島 我相信很多人去過 右下角 雅加達的交通 非常具有挑戰性 我的住家 離辦公室走路15分鐘 但是呢 開車要一個小時 因為我每次開車出來 就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有時候派到東南亞 有時候交通也是一個成本 很多像我一樣的同事 在我們的職業生涯裡面 都會到不同的國家去進修 我去過英國里斯 荷蘭海牙 夏威夷 找稻田 另外我也去過柏柳跟馬紹 支援的一些高峰會 又得過國安工人員 跟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的救難有工人員 各位一定會覺得很納悶 外交部的人怎麼會得過這個救難有工人員 救難英雄 因為我曾經派在菲律賓 那我們跟菲律賓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漁船 所以我派到那邊的三年 處理了二十幾艘我們的漁船被扣 所以處理漁船一定要有同理心 不管他是對的不對的 第一 你一定要先同理心 就是說那個被抓的船長是我大哥 這樣你要去處理這個事情 通常比較不會出了問題 不管他對不對 我處理二十幾艘 坦白講全部都不對 二十幾艘都進入他們的領海 其中有一艘 他很不幸的發生一些冥案 就是被在他們的領海 被他們水減 就死掉了 跟後來的廣大興是類似的 廣大興是發生在公航 那我當時處理的那一艘 是發生在他們的領海 當然我們的檢察官也都過去了 所以我在那邊處理過很多漁船事件 另外菲律賓也發生過土石流 大型的災難 一千多人被活滿 那我們王金七十二小時 這樣二十四小時 我們就拍了中華民國的這個搜救隊 蒂達馬尼拉 另外再搭軍機 到那個Visaya 蘇物 再進去Takaroban 再進去叢林 我就陪著 我是當船一陪著去救難 但是我本來以為我的角色很單純 只是一個船一啦 沒想到這個 這個叫什麼 公親變士主 因為我們的救難隊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都不會講英語 所以我就要帶著他們到深山裡面 叢林裡面 然後跟大家來寫一條作戰 所以運氣不錯 當時處理國際這個漁船合作 救難還有處理這個漁船 才得了一個救難有功能源 今天我在講國際禮之前要先講外交方必備的特質 事實上呢 跟各位一樣 每一個行列的特質我覺得是大成小異的啦 真誠幽默好奇語言專業 有位男生告訴一位女生說老實說 我並不愛你 請問這是真誠嗎 真誠跟白目史不一樣 我們在處理複雜的人跟事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這裡面會搞亂我們的身份 什麼叫真誠 我覺得真誠是蠻重要的 不管你做的是哪一個行列 但是怎麼樣去檢驗一個人是不是真誠 我覺得可以有幾個標準 從這邊來看 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 各位我們是不是已經到佛光山了 從心開始善解人意 如果你想知道跟他相處的這一個人 三天這個人是不是真誠 我覺得可以從這邊來看 說好話做好 存好心做好事 幽默傳說半夜12點10 照鏡子會看到鬼 另外一個同學說你任何時候照鏡子都會看到 幽默要用對地方 好不要取笑別人 幽默代表有智慧可以交朋友 自我幽默最高堪 幽默讓人生快樂 我覺得不管你的個性是內向也好或怎麼樣 如果你能有一點幽默感 至少能讓自己快樂一點 那這個對你的工作可能也會有間接的幫助 小姐我很好奇你今年幾歲 好奇是很棒 但是不要用錯地方 我曾經聽說有人非常的好奇 英文說 Curiosity kills a cat 好奇可以殺死不死貓 有些人怎麼好奇呢 他問小姐你今年幾歲 那位小姐就很生氣 我30了怎麼樣 結果他更好奇 小姐你結婚了沒 不能這麼敏感 那個小姐就說我結婚了你怎麼樣 結果這個男生又更好奇了 小姐那你生小孩了 打破殺破問到底 我覺得這個太過分了 沒想到那個小姐講說 我還沒生小 你要怎麼樣 這位先生說 我有一天重要 我可以報給你 好奇是很好 但是用錯地方是不對的 好奇可以增管健吻 推動學習 增進了解 促進和解 世界美好 各位今天來到這裡 除了學習的慾望以外 多少有一點好奇 那你的好奇呢 反應在我上面這個powerful 一些 至少有一點是你今天可能的需要 語言 外交官當然是語言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外交官 就語言一定最好 也不是各行各業啊 今天我們在台灣做生意 你除了我們一般講的博語 如果你會講他也講客家話 講原住民的 那是不是對你的工作生意也有幫助呢 所以語言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語言要正式的溝通 在正式的場合一定要正式溝通 千萬不要非正式的溝通 像這個 FDD 肥嘟嘟 AB80 0837 你別生氣 AKS 會起死 加蛋 045 1625 你是不是我依然害我 在我們這個外交官的行業裡面 很少有非正式的活動 這是錯誤的示範 我們今天國際理主軸十一住行育樂 聽說主辦單位不錯 今天上網這個課 我們還可以大吃一頓 對不對 可以示範一下 不過我現在這邊講 等一下吃飯 不要緊張 不一定要完全照我今天講的 不然的話大家就不知道怎麼吃了 我先講一個笑話 有一隻烏公 烏公啊 一百隻 他的一百根腳 一百隻腳 有一隻昆蟲很好奇 烏公啊 請問啊 請問 每次走路的時候 你都是哪一隻腳先踩出去 烏公想說我走了幾十年 從來沒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他想了一個小時 結果他走不出去 因為他每次走路都很自然就走了 對不對 各位我要講的意思說 你學了功夫 學完之後要去吃那一頓飯 你千萬不要想說 哎 刀子要怎麼用 杯子要怎麼拿 你就很自然的拿就對了 好不好 OK 左邊這張圖 各位國際禮不是大學問啊 就從我們的生活儀態開始 從你的坐姿 然後我講坐姿很多人 你就太容易 先從你的坐姿開始 左邊這張有些網路很發達 在捷運如果你吃飯 喝東西 喝飲料 吃東西就被拍起來 扣上來 然後呢就造成尷尬了 這網路世界就這個樣子 所以從我們的生活儀態就開始 就跟第一有關係 一直到很重要的場合 請問這兩位是誰啊 猜猜 有人說是歐普拉 不是吧 米歇歐巴馬 美國第一夫人 白頭髮是誰 英國女 這張圖有什麼問題啊 手 手有什麼問題 我跟各位講 米歇歐巴馬是美國來的啊 美國這個民主自由開放的一個 國家社會啊 就跟像我們男生跟男生走路 有時候怎麼樣 勾肩搭配啊 表示親切 他是要表達他的親切 但是這張呢 被那個BBC拍下來了 BBC拍出來說美國 他們美國人不知道呢 英國女王的容器是不可觸碰的 就是說 比如說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uncivilized society 非文明的社會 有那麼嚴重嗎 也沒有那麼嚴重啊 但英國人是比較uptight uptight的就是比較拘謹的意思 所以這是國情不同 所以國際裡 因為國情的不同 所以就會造成一些古今 那國際裡有那麼複雜嗎 只要記住呢 這三個原則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只要看一看 這個是像個女人的複雜 他在這個部位 我們接著imos 喜歡這是個電子的東西 這兩個電子的東西 下一個電子的東西 我現在可以改成電子的東西 沒有那麼的複雜 各位 記住這三個原則 尊右原則 入境問署 女士優先 各位 先看看你的右邊 看你的右邊 假設今天我們是有排座位的 那個右邊就比你大 好不好 原則上 尊右 在國際上都這樣 第二個 我們要入境水屬 這個沒有問題 人家到我們台灣 也要照我們的風俗 藝術 第三 Lady first 麻煩女生請舉手 拿來 好 謝謝 請幫這樣 現在好像女生比較多 男生是少數女生 我等一下會有一些角色扮演跟演練 除了剛剛那三個原則 各位還要記住 國際禮其實自然 舒適 尊重 而且這個自然 舒適 尊重 是建立在彼此 不是說我覺得自然就好 對方如果覺得不自然 那也不行 那我們就來講 今天我們飲食 這一部分會多講一點 民以食為天 大概70%都會講這一部分 那宴客是很重要的 包括時間地點 請貼菜單 客單 席次安排 這些都很重要 還有呢 怎麼樣邀客人很重要 今天邀你最好的朋友到你家吃飯 結果又邀他最討厭的人也到你家一起來吃飯 這一場 飯局叫鴻門宴 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挑人很重要 千萬不要挑錯人 琴鐵 各位 這次我說到了一張琴鐵 我在美國邁阿密的時候 今天我請問一下 你邀你的朋友吃飯 你通常都是怎麼邀 請問你都怎麼樣 對 你是用 用什麼方式去邀 打電話 你會怎麼邀 用Line 你會怎麼邀 用電話 你呢 E-mail OK 各位 如果你收到這一張琴鐵 你會不會覺得 超棒的感覺 這是一家書局 叫Boulders 曾經是美國第二大的連鎖書局 最大的叫Bounce & Noble 但這家Boulders已經倒閉了 那最大的書局Bounce & Noble也快破產了 因為Amazon把大家倒塌了 他寄給我的一個 The family dinner 請我全家去出席一個簽書分 簽書分 我覺得這張 Imitation太漂亮 所以我就把它保留一下 所以如果你今天邀請你的朋友吃飯 弄一張很漂亮的洗鐵 那是不一樣的感覺 各位你現在最常常接到的是什麼樣的鐵 對不對 Wayton Imitation 洗鐵嘛 洗鐵嘛 對不對 現在年輕人的花樣越來越多了 洗鐵越特點了 這張是外交部的 宴會的 The invitation 這中文的 這看起來很官式的感覺 很官僚 對不對 這中英文的 菜單 請問這是什麼菜 於是 有沒有認為是米粉的 米粉湯 菜也很重要 我們外交部在請客的時候 都要先去問我們的客人 有沒有飲食禁忌 英文叫Food Restrictions 有沒有什麼不吃的 我們會拍個電報到外國去 請同仁去問我們的訪兵 然後收集資料報回來 通常報回來最多是不吃味精的 No MSG 例如說不吃洋蔥 不吃丹 還有不喝醬 不吃醬油的 還有不吃帶口的海鮮 所以整個報回來之後 我們就要把這些排除掉 我舉個例子 前陣子有個訪兵 他不吃菇類的 菇類 比如香菇 大家比較知道 但是我們準備了一道菜 叫竹參燉雞湯 請問竹參是什麼 菌菇類的 因為我以前也不是很了解 我以為是竹子的哪一個部分 就叫竹參 後來才知道 它跟竹子是沒有關係 可能是在竹子旁邊生長出來的菌菇類 所以竹參燉雞湯 這道菜不能上 我們就把它改成竹筍燉雞湯 一個字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本來要給它好吃的 它不要 只好吃竹筍燉雞湯 這個菜單 一般我們會做一個菜單卡 上面一定要寫它的名字 我把中文先念一下 看一下 外交部林部長永樂際夫人吳彥 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第三世陛下 暨王菲恩納莎殿像 我們請一位學員來念一下英文 來 有沒有支援的 來 有沒有 來 這位小姐 這位先生 可以嗎 奇怪嗎 是英文 不是非洲文 對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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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來來來 有了 有了 對 英文 從Longchen開始 從Longchen開始 大聲一點 Longchen in honor of His Majesty His Majesty 那邊 His Majesty 然後 He ms mswadi third Third Kingdom of Swaziland Swaziland And HR Her Royal Highness Her Royal Highness 對 Inkoskadi La Mgagangza La Mgagangza 要有非洲的味道 La Mgagangza 對 Hosted by His Excellency His Excell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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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Excellency His Excellency And Ambasador W Y L.L.Li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Mrs.Lin 給他鼓掌一下好不好 太厲害了 有些人看到這個就被打倒了 尤其這裡面還有非洲話 說實在我也不是唸得很好 各位看到這個 叫做什麼 Inkoskadi La Mgagangza 因為我派過南非 所以我來坐上面念一點 我派南非 它不是只有白人有黑人嗎 曼德拉上來之後啊 它黑人不是只有一種啊 它有Zulu Zulu主大家知道嗎 Zwana Wenna Gosa Gosa 講話都要 förclick 彈一 彈神 彈uing 彈的話呢 它會彈好 前台叫做 Frank click 隨便 第一次講非洲話 tôi教你們啦 後台叫 Back click sticks 很難耶 還有側臺 這叫右側臺 Right click 然後左側臺 所以他在說謝謝的時候叫 前臺 我們請那個黑人的國藝人吃飯 整個晚上就聽到他們這樣 嗯 恭喜 如果你談到後面去 嗯 恭喜 本來是謝謝變成一隻豬啊 想不到 就要談對 還有一個笑話 南非曼德拉上海 宣布全國是一種國定語言 不能只有英語 在國會裡面開會 1月講英語 English 2月講Afrikaans 就是一種南非話 3月講Juana 4月講Mungoshi 5月講Julu 一直講 講到11月都講完了 那12月呢 他們說12月是Christmas 大家放假 不用開會啊 好 所以這個菜單 剛剛這位是在講的超棒 好 那我們外交部菜單一定要翻成英文啊 我不曉得今天的菜單有沒有翻成英文 菜單有時候翻英文也很麻煩 你看 主廚營賓盤 來 麻煩你唸 不味道 剛好第一個字也不是英文啊 各位學一下 如果法文的話 Odeurf 唸一遍 Odeurf 唸一遍 Odeurf 講快一點 Odeurf 就是開胃唱 各位你看 今天上這個課 學阿拉伯文又學法文啊 第二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竹笙燉雞湯有沒有 Chicken soup with bamboo piece 我們要把它翻成英文啊 那你要 再翻這個就比較複雜 彩椒蘆筍 嫩雞柳 Stir fry slide chicken with bare paper and asparagus 我們同事才都覺得翻譯好麻煩 他們最喜歡翻哪裡呢 你知道嗎 芒果鮮奶肉 Dessert 咖啡或明茶 Coffee or tea 果汁 Juice 翻最後面的最簡單啊 對不對 宴會用酒 外國人吃飯 酒很重要 是左餐用的分 飯前酒 西上酒 飯後酒 各位覺得很奇怪啊 酒 我們台灣人就是一種酒喝到底啊 怎麼會有還有這個飯前酒 什麼叫飯前酒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是一個接待廳 Reception room 等一下後面那邊是宴會廳 那交際應酬一定要彼此先認識 握手 認識 交換影片 聊天二十分鐘 那時候喝的酒就是飯前酒 哪些酒是飯前酒呢 各位看一下 一般雞尾酒最多啦 Gin and Tony Whiskey or Rocks Broadmeria Sherry Martini 這個都是 另外呢 有些人不喝酒也可以啊 礦泉水 Miller Water 有些男生說 我不要喝台灣啤酒 台灣Bear 可以 對不對 那你這個酒飲料喝了差不多了 然後主人宣布進入國宴廳或宴會廳 那這時候你的酒杯要放哪裡 酒杯就放在這個 reception room 就要不要拿進去 因為到了宴會廳 桌上還會擺其他的酒杯 所以你就放在這個 reception room 交給waiter也可以 或放在 reception room 的這個桌上也可以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宴會廳 宴會廳喝了酒一般 其實就是白酒 紅酒 我們中是有紹興 另外呢 我們除了紹興還有一種比較烈的酒叫什麼 高粱 我們外交部英文叫fire water 用light 等一下就會冒火的 Fire water 香檳 香檳這個酒是很好用的 飯前 席上 飯後酒都可以用 那一般白酒配白肉 紅酒配紅肉 對不對 請問一下什麼是白肉 魚 雞 豬肉 有人覺得豬長得白白胖胖 看起來應該是白肉 對不起 裡面是紅肉 那哪些是紅肉 豬牛羊 對 豬牛羊 這很 那有一次我硬邀到人家那邊吃飯 對方準備了一道菜 三杯雞 然後主人呢 準備了一瓶超棒的紅酒 他說 你來試試看這個紅酒配三杯雞 我在想說雞 是應該白酒 但是我發現搭配紅酒超棒的 所以各位記住 酒是要去搭配那個餐點的味道的 白酒白肉紅酒紅肉只是一個原則 這三杯雞配紅酒是沒有錯的 好 那宴會整個都吃完了喝完了 怎麼還會有飯後酒啊 這是在幹嘛 喝湯多酒幹嘛 交際應酬 像我們在國外大使館 大使館底會有後花園 游泳池 那我們就請所有的賓客到花園 繼續聊天 對不對 那時候聊天的酒就叫飯後酒 那什麼酒是飯後酒呢 一般都是比較全的酒 白蘭蒂 Port Peppermint Sweet Semi-sweet都可以 因為你剛吃把它要消化 所以越甜的酒越可以消化 不過女生要注意 有些女生很喜歡喝甜的酒 她一開始到reception room招待的時候 她就喝香檳甜甜香檳 然後呢 坐下來 宴會廳的時候 她跟這個waiter要一個半甜酒 好棒 喝起來超棒 好 到後花園的時候 她又跟這個waiter要了一個水鍋酒 結果她是第一個掉到游泳池裡面去 因為越甜的酒越容易怎麼樣 好不好 女士請注意 越甜的酒越容易醉 以前我在參加宴會的時候 就有一個女生真的掉到游泳池裡面去 好 座位安排是個學問 各位 我剛一直強調尊右為原者 右邊最大 另外呢 你一定要注意賓客的地位 人際關係 我剛講的 千萬不要把敵對的政敵 都邀請來這一頓飯了 這樣的話 真的是紅門宴 還有呢 我們稀釋的做法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一定是這樣 然後呢 本國人外國人也要這樣 穿插的座 目的呢 都是在交際應酬 那當然桌子裡有圓桌 有長桌 馬蹄形 這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各位 這張圖最重要 這是最典型的西式的做法 好 第一你要先決定主人做哪裡 如果只是一桌的話 主人一定是背對著門 主人背對著門 最重要的賓客 主兵就在他的對面 number one 看到了沒 西式的做法是穿插座的 number two 就坐在主人的右邊 number three 就跑到主兵的右邊那裡 右邊都最大 number four 就跑到哪邊去了 主人的左邊 number five 主兵的右邊 好 左邊 所以右左都做完了之後 number six 就是右邊的右邊 number seven 主兵的右邊的右邊 number eight 主人的左邊的左邊 number nine 主兵的左邊的左邊 number ten 右邊右邊右邊 number eleven 右邊右邊右邊 大概知道了 好 你當主人 報數一 答這一點 請出列 主人 主人 先坐定 趕快 趕快 動作快一點 我們把握時間 你就 對 假設門在 就在 一號坐過來 好 開始了 其他路坐 看他們坐的對不對 可以站前面 可以站前面 一個圓桌 椭圓桌好了 椭圓桌好了 吃一頓飯很麻煩 可不可以不吃 直接就隨便趴下去就好了 對 主人在招呼啊 對不對 對 你是主人啊 主兵耶 主兵在哪裡 對 好了沒有 確定了 這邊怎麼擠成一堆 座也要做漂亮一點啊 一個討厭血做漂亮一點 確定了 可以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 對不對 好不好 還要大風吹 你看 怎麼樣 這位小姐 你找不到你的位置 是不是 你幾號 十號啊 十號 十號你是在誰的 誰的 右邊的 右邊的 主人的 右邊的 右邊的 哇 這檔檔我也不知道要吃到檔西了 位置還沒喬好 啊 啊 剛剛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號碼嗎 剛剛不是都有報號碼了嗎 好 來 我們來開始來驗收一下 等一下 光喬位置就喬那麼久啊 會不會有人覺得說我很大 給我排到很旁邊去啊 好 好 好 你如果站到後面 你也要坐到檔西了 好 來 我們先 我們開始啦 好 等一下 來 主人請舉手 OK 一號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已經開始在 我是警察了 好 二號 二號 請告訴大家 你坐在哪裡 對 好 主人右手看這一林 不要看土 看這裡 喔還在吹還在吹 好 二號請舉手 OK 來 三號舉手 請問你坐哪裡 對 你就看著主兵 主兵的右手 四號請舉手 你坐哪裡 主兵 五號請舉手 你坐哪裡 主人的左邊 你們 主兵的左邊 我建議各位都看著主人跟主兵 不要看土 六號舉手 請問你坐哪裡 右邊的右邊 七號請舉手 坐哪裡 坐哪裡 答對了 八號舉手 好現在 9號舉手 看哪裡 誰在左邊 主人 主兵的 不要 五號 主兵 這邊的左邊 好 十號請舉手 請說 沒有沒有要先講右邊 因為你 對 沒有沒有要講主人 主人的 答對了 十一號舉手 答對了 好各位 這樣穿插 看著主人跟主兵 越靠近主人主兵的越重要 這是西式的做法 如果你很謙虛 或者說你位階很小 或者很謙虛 通常你會去選 幾點鐘方向 你會坐哪個幾點鐘方向 三點鐘跟九點鐘方向 對不對 這是比較謙虛的 或者自認為位階比較低的 來 十號跟十一號請舉手 這個就是三點鐘跟九點鐘方向 這兩位最謙虛的 對不對 好方向 給他們鼓掌一下好不好 好入座 吃一頓飯很辛苦 剛剛講西式的 我們今天講的主要是西式的 中式知道一下 男主人女主人 坐在一起 對面就男主兵女主兵 那我們中式的做法叫善行的做法 越靠近主兵越重要 因為我們請人家 對不對 2號在這裡 3號在這邊 4號5號 單的也是一樣 2 3 4 5 6 7 8 9 4 7 這我們就不是吃飯了 這一張 各位 如果你有機會到國外 或者你在家裡 要請外國人吃飯 這也是最典型的 第一 先決定男主人做哪裡 男主人背對著哪裡 告訴我 對 那對面就女主人 沒有問題 夫婦 雙的 那最重要的女主兵 你就要坐在誰的右邊 那最重要的男主兵 你要坐在哪裡 女主人的右邊 那次要的女兵 就到男主人的左邊 次要的男兵 就坐在女主人的左邊 是尊右 尊右最重要 我們剛剛示範到哪裡 你有嗎 你有嗎 這邊你剛剛有沒有示範 沒有 你當男主人 你當女主人 你當男主兵 你當女主兵 你當男兵 你當女兵 來出列 動作快 男主人先坐下來 我們這邊還是當主人 假設我們是在那邊 你背對著 女主人趕快 看看他們 右邊都比較重 好了沒 長桌 好 這是長桌 男生男生要面對面 有沒有 來 男主人請舉手 沒錯 女主人 沒錯 最重要的男主兵請舉手 你坐在哪裡 最重要的女主兵 請問你坐哪裡 最重要的男兵請舉手 你坐哪裡 女主人的主兵 次要的女兵請舉手 你坐哪裡 好 OK 我們這一套 餐桌的座位的理事 從西方 英國 法國演變來的 當時有國王 王后 王子 公主 還有刺客 刺客從哪裡進來 門 有人說窗戶的 我這個有窗戶嗎 破 鑽 鑽洞進來 對不對 刺客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 發現刺客的通常會是誰 女主人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那女主人看到刺客 通常會怎麼反應 你能打嗎 大叫 大叫 叫一聲啊 有刺客 來不及了啦 一聲就可以了 刺客來了 刺客來了 四個 四個 這太多了 我只要一個自己好了 刺客來了 打 打 你怎麼打 啊 一聲長聲 各位 好 刺客來了 我會叫 刺客來了 我會叫 刺客來了 你要怎麼辦 閃 你如果當男主人就閃了 怎麼辦 刺客來了 轉身 男主人要轉身 回身 拔刀 拿出來 我們假設是中世紀 然後你應該要保護大家 這樣知不知道 這樣轉回 所以各位 當男主人 當主人 你要坐在哪裡 背對著哪裡 為什麼 從以前 我們國際裡有好幾種原則 安全 衛生 這個就叫安全 這樣大概知道吧 刺客來了 然後 給他們鼓掌一下好不好 這一張圖就擴大了 你請的人更多了 一樣 看到男主人背對著哪裡 看到了沒 背對著門 對不對 女子人對面 最重要的 女主兵就一件男主人右邊 對不對 最重要的男主兵就在這邊 這是擴大 那也有雙主桌的啊 公司請人家吃飯 總經理副總經理 當主人 對不對 兩桌 主桌 如果三桌的話 四桌 請問主桌會是靠近門嗎 還是裡面 裡面 各位 你去參加結婚婚宴的時候 新郎新娘主婚人坐在哪裡 最裡面嘛 對不對 靠近講台那裡了嘛 如果呢 新娘呢 坐在靠近背對著門 刺客來了 新娘明天就變寡物了 所以要記住 那個是一桌的概念 那好幾桌越裡面越大 對不對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外交部請客有時候馬梯行 人太多了 如果 我這給你一個概念就好了 前面這個就叫組裝Hand Table 馬梯的地方是最小咖的 來看一下 2728有沒有 如果你很謙虛的話 你就找這邊的位子坐 我們上次呢 驗請史瓦紀蘭國王就是這張圖 如果你也被邀請的話 你很謙虛你就坐這裡 87888990有沒有 有沒有 那大家一個概念就可以了 我們再找一位來念一下 那個英偉 然後誰至高 憤勇的 可以吧 墨櫃 Tables 裝 disponible 度型 Products 健康 Tables 福利 今月 2 reckless 2005 2005 在全市正椅子 排 NOON 你在多時 準備好給他鼓掌一下 各位有沒有去過白宮 我已經帶你到白宮裡面來了 宴會廳 國宴廳 2005年10月2號星期三 白宮的國宴廳State Dying Room 為了準備宴請 Prince of Wales 威爾斯王子是誰 就是查爾斯王子 英國查爾斯王子 And that is a cold war 就是卡蜜娜 他的臨地在空瓦 女伯爵 這一帳就是白宮的國宴廳 我們開始要教 怎麼用餐 餐具 排列使用餐具的方式 進餐的原則 各位 坐下來 你要先決定 哪一個是你的水杯 哪一個是你的麵包 記住 右邊是水杯 左邊是麵包 因為有時候坐下來很複雜 到底要拿哪一邊搞不清楚 有一次我在媽媽出席國際會後 有個宴會 預算不足不來 一桌坐十個人 坐十四個人 所以人幾人 我坐下去 各位 左手伸出來 這樣 左手要拿什麼東西吃 結果我的麵包 被左邊的拿走了 請問各位 當你坐下來 麵包被拿走怎麼辦 你拿我的 我就拿你的 那不是天下大亂嗎 怎麼辦 回頭 把麵包拿走了 可以這樣嗎 不行 我們國際裡有一點 不讓對方尷尬的原則 來 坐下來 右邊要喝什麼 水 結果我的水杯 被右邊的拿走了 對不對 麵包不吃可以 水不能不喝 所以怎麼辦 對不對 吐出來啊 麵包 你拿我的 那我再拿你的 這樣也不對啊 各位 噴到這種情形 國際裡 我講的最重要 就在這裡 看時機 看場合看冷 國際裡沒有 沒有百分之百說不變的原則 一定都有一些狀況 但是不要讓人家尷尬 有一個笑話 鄧小平 那個 中國大陸跟美國建交 1979年 鄧小平接受邀請訪問美國 出席卡特總統國宴 今天鄧小平看到 餐桌上很漂亮的銀湯匙 他就偷拿銀湯匙 放到他的西裝口袋裡面去 結果 好時不時被卡特總統瞄到看到了 欸 卡特總統也沒讓他尷尬 不過 宴會快結束之前 卡特總統要致死嗎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先生女士 各位女士先生 我現在想分享各位一個小的魔術 我餐桌面前有一支銀湯匙 我把它拿起來看到了吧 我要放到我的口袋裡面去 等一下會從鄧小平口袋跑出來 當然這是一個笑話 意思就是說不要讓人家尷尬 所以如果有人拿走你的麵包 你就跟威特輕聲細語的講一下 威特在忙進忙出的時候 請他再送一份給你 或者是一杯水給你 不要讓對方感到 各位一定覺得很奇怪 明明我的麵包就被他吃走了 他裝成這個樣子 對不起 國際禮有時候就不得不給你錢了 坦白講 這張圖如果你學會了 通常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第一 這個白色的盤子 電盤 Charger plate 英文叫Charger plate 因為西餐是一道菜一道菜的上 會放在你的盤子上面 是裝飾要承拿那些器具用的 但是我們台灣人到高級西餐店不知道嗎 以為這個盤子都不收走 我就把雞皮、魚骨頭、果皮、垃圾 結果人家的電盤都很乾淨 我跟垃圾沾一樣 越吃越尷尬 所以這個是裝飾盤子用的 千萬不要丟垃圾 另外有些人第一次到法式西餐廳很高級的 看到餐廳摺了一隻鳥 好恐怖喔 哇塞怎麼那麼厲害 可以摺成一隻鳥 所以有些台灣人吃完之後 就把他摺成一隻鶴碗 也不需要啦 吃完就對著放在桌上就好了 不用太緊張 沒有那麼嚴肅 一般刀子從右邊 從最外面用到裡面 各位看這張圖 第二道菜會上什麼唱 對不對 這樣就知道了吧 所以你看他這個白髮就知道 刀子這一定是沙拉刀 然後接下來第二道是胖 接下來他可能有海鮮或有雞肉 接下來可能是豬肉牛肉羊肉 對不對可能啊 那叉子也是從左邊用到裡面去 所以這張圖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喔 你坐下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大概就是七餐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 可以PASS 按下一個 左邊這張圖 各位請注意 這是三歲以下小孩子 這樣再帶這個餐巾的 餐巾你就對著放在大腿上 記住這一點喔 餐巾如果掉到地上 就請服務生來幫忙 各位一定會覺得說 可是我在台北我在台中 五星級支柱商有掉到地上耶 我叫半個小時都不來了 看時機看產能抗人 好不好 不要說學了國際禮儀了 然後就完全用這一套 不過如果你這樣有翻到 哇弄得很髒 外交不能說 不要麻煩很髒 趕快到廚房找一支拖寶自己來拖 也不要這個樣子 好不好 看時機看場能看人 請問餐巾只能差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嘴角跟嘴唇 no more no less 就是這樣 嘴角跟嘴唇 但是我們台灣啊 下跌真的半隻 尤其我們男生一拿起來 就開始洗臉了 有沒有 還不夠呢 他扶責有沒有押忍 對不對 高級西餐廳 對不起 優雅一點 好 優雅一點 欸 如果你中間禮喜要 講電話或是上洗手間 餐巾放哪裡 贊成放在椅子上的檢舉手 為什麼要放椅子上 為什麼 所以放在椅子上 放在椅子上好嗎 不好 為什麼不好 為什麼放在椅子上不好 我這一題是陷阱啦 故意把它擺在椅子上 為什麼不要放在椅子上 為什麼 不會伸 為什麼不會伸 屁股坐下去為什麼不會伸 吃東西 我打破沙波問到底 為什麼不衛生 插手跟插嘴 那跟擺在椅子上有什麼關係 坐的 坐屁股的 屁股有什麼不好 各位 這樣好了 我講直白一點 如果你有痔瘡 對不對 我這樣講 大家就永遠記得了 所以餐廳裡面特別重視衛生 各位講的都沒有錯 剛剛我們講吃客來的 那個是什麼原則 安全原則 這個是衛生原則 所以在餐廳 餐巾如果你中間禮喜 你就放在哪裡呢 椅背 或者他有扶手的地方 放扶手 就這兩個地方 所以下次呢 你到高級餐廳 你就知道怎麼擺了吧 上這堂 絕對是有用的 對不對 喝湯 左邊的不能把湯碗拿起來 右邊 他教我們怎麼喝 湯子 大家示範一下 油裡面往外咬 你吃吃看喝喝看 這怎麼喝啊 油裡往外咬 通常我們都怎麼咬 怎麼喝他 通常 對啊 英國女王都是油裡往外咬 因為呢 怕你油外往內的時候 逼到你的衣服 好不好 下次你去西餐廳 你這樣喝喝看 喝到滿身都是 對不對 滿頭汗 我沒有說你非得要這樣喝 不渴 但是你至少知道規則是怎麼樣 好不好 如果你哪一天有機會 英國的伊莉莎美女王請你吃飯 你就記得一定要油裡往外咬 好不好 好 麵包 麵包 吃多少就吃一小片 但是我們男生 我們吃麵包 怎麼吃 直接吞進去 不是更好吃嗎 對不對 高級西餐廳 對不起 吃多少就吃那一片 對不對 要優雅一點 要優雅一點 切 左邊 直接用刀子就插進去 可是看起來好像比較好吃的樣子 一般還是要插紙 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如果你中途離洗的時候 你的刀叉就擺八字型 但是呢 如果這一道菜已經吃完了 我不吃了 你就擺兩個 刀叉就擺四點鐘方向 下次 你去高級西餐廳 五星級的自助餐 你吃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給它擺什麼 八字型 你可以去中途離洗 去看看還有什麼更好吃的 Buffet 對不對 結果回來 你說服務生怎麼把我收走了 就表示他沒有上過這個國際語的課 你可以去測試看看 好不好 測試看看他了不了解 酒杯 我們基本上不要讓我們的手掌碰到這個杯子 因為手掌有什麼 溫度 所以你拿有這個腳的 通常就是拇指 獅子 中指這樣去拿 好不好 就是不要讓你的手掌去碰到 因為葡萄酒 紅酒 維持在18度 上下 白酒大概在12 13度 所以白酒要冰 各位 如果你請你朋友 喝白酒 你記住一定要給它冰鎮 放在冰箱裡可以 或是有那個冰桶 要冰鎮 但是有一次我到高雄 有人要請我吃飯 對啊 然後他說 我今天準備了一瓶超棒的紅酒 結果他從冰箱拿出來 冰鎮的紅酒 我在想 紅酒應該不能冰 這白酒不能冰 結果我喝了那個冰鎮的紅酒 超好喝的 所以我是入境水俗 對不對 也不要太驚 知道原理原則 但是不要太驚 它們不同的杯子 啤酒杯 這個大肚杯 它是Blindy 它就要守溫了 好不好 你看 這張葡萄酒 大家的手掌都沒有碰到 那個 那個杯子 有沒有 怎麼樣 OK 欸 剛剛講了那麼多 這是國宴 我們的大使夫人應邀 到圖阿魯 出席國宴 而且沒有位子 席地而坐 國宴的主食 香蕉 芋頭 有烤魯豬烤魚 入境水俗 穿衣服 各位 一般 有分禮服 西裝 便服 這三大類 各位今天穿的 大概是屬於 時尚便服或休閒便服 時尚便服 我們就要講 smart casual 或casual smart 或者casual 我今天穿的 也不是正式的 今天是Friday 所以我是穿不一樣 我這個叫blazer 就比較休閒 所以可以算時尚便服 我多打了一個鈴彈 什麼叫禮服 分三種 第一種大禮服 宴尾服 現在很少看到這樣穿的 除了便魔術看得到以外 對不對 不過我們駐教廷大使 陳帝國書給教宗的時候 他就要穿這樣的 大禮服 還有早禮服 morning coat 這是白天穿的 不是只有早上 它的差別就是 它的褲子要灰色的 而且要調穩的 現在也很少這樣穿 你看 民國四十一年 夜公超外交部長 跟日本簽署 中日合約 在台北賓館 會後來合約 大家都穿早禮服 在那個時代 對不對 六十幾年前了吧 日本學歐洲外學得蠻香 每次換內閣 畢業典禮要拍照 他們男生都穿早禮服 morning coat 我們在這邊沒有這樣流行 現在比較多倒是玩禮服 男生的話就結一個juju 英文叫做black tar 有些人說 收到invitation邀請卡 black tar only 只能打black tar 結果有人就打黑色的臉帶去 黑色臉帶是要出洗商禮的 black tar 就是juju 蝴蝶結 不要搞錯 這是一般的西裝 這就是時尚便服 這就是便服 這英國倫敦前市長 最近剛被發布為英國新任的外交部長 他是比較非典型的那個政治人物 就跟我們台北市長一樣 照道理只要你站起來 扭扣一定要扣起來 你看從剛剛到現在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扭扣都扣著 可是這個倫敦前市長他走路的時候沒有扣 各位記不記得看那個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劉德華 他坐在第一排有沒有 他很高興 一邊站起來 一邊小保護上舞台 一邊怎麼樣 扣 只要男生 包括女士也是一樣 只要你站著的時候都扣起來 記住這個原則 當然很多人就把它解開很瀟灑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好像是 你要穿衣服或穿一半 一定要扣著 男生穿西裝 我沒有什麼時尚品味 不過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管你的男生或女生幾顆扭扣 最下面這一顆看到了嗎 我這是兩個扭扣 最下面這一顆扭扣不扣 裝適用 你看 還有你的口袋不要裝太多東西 不過現代人很麻煩 戴手機 鑰匙 老花眼鏡對不對 我們有年紀的老花眼鏡 現在我們台灣男生還有一個時尚 喜歡把那個鑰匙串在這個西裝褲上面 這也是一種時尚嘛 基本上就不要這樣做 好不好 簡單就可以了 女生 我們來講一下女生 這是錯誤的示範 不要濃妝厭抹 洋妝 洋妝 是上班的套裝 外交部大概都是這樣要求 小禮服 我在邁阿密的時候 常常呢 禮拜三下午四點到八點 有一些Cocktail Party 那很多美國女生都這麼穿 晚禮服金像獎 Oscar 對不對 就這麼穿 這錯誤的示範 穿著良寫 不宜穿望 說不定很有品位只是我們 還不到那個這個境界了 衣服不合身 性感不懂的暴露 圖案過為複雜 顏色過為複雜 聽說我們身上的衣服 主要顏色不要超過幾種顏色 三種 一般女生比較懂 我們男生都是慢慢才懂 英語學不大調 不要露出骨功 這穿什麼他自己竟然不知道 尤其這個男生變態都不知道 對不對 各位 回去翻看你的衣箱衣櫃 有拉丁文的 希臘文的 法文的 德文的 俄文的 搞不好 也寫變態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對不對 去給他Google翻譯一下 對不對 所以要很注意 不要穿太短的裙或褲子 露臉的衣服不要穿 我剛剛講這樣 媽咪有常常常常叫Party 很多美國女生也是這樣穿 可是這是不得體的 黑鞋不要配白襪 我們男生從國小 國中高中 有時候上軍訓 學校 對不對 常常都白襪 然後接下來要求穿皮鞋 我們就皮鞋就穿上去 出色味習慣了 改不過來 對不起 黑鞋配白襪是台灣男人才有的品味 這個品味把它改掉一下 好不好 黑鞋配黑襪 記住 配白襪就是台灣男人獨特的品味 領帶太長太短都不好 扣住這個Buckel扣完就好了 好不好 大概是這個原則 記住啊 扣住這個Buckel 我不曉得有沒有 不知道我的算不算標準 可以嗎 可以啦 對不對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在外國 他們說打太短像小丑 你們看 打太長是性聯想 外國人這樣講 所以男士記住 如果下次你打臉帶的時候 剛好 這個很輕鬆的站的時候 就是扣住你的這個扣完就好 事實上我們當兵的時候也有這樣 入境水屬 對不對 到當地你就要穿當地了 好不好 你看 夏威夷山 我曾經去馬少爾群島 我穿西裝打領帶 我去支援 我同事來接我 我同事穿短褲來接我 我穿西裝打領帶 那隔天呢 我到那個辦公室報到跟大使報到 大使穿涼鞋 所以我覺得我一穿越奇怪 後天我就去買個花承衫 原住民如果接待網民穿傳統服裝 最有特色的對不對 是不是 各位 大家都知道公共場 不要穿睡衣 有一次我去郊西老爺 我們全家跟我的好朋友兩家去度假 大家都穿SPA的衣服來 因為那個SPA衣服很漂亮 還有拖鞋也很漂亮 不只是在走廊 到了那個自助餐天 Buffet也是這樣穿 我很掙扎 我在國外待太久了 那到底要不要穿呢 對不對 可能我個性比較 後來我決定還是沒有這樣穿 但是我是說 因為我在國外待太久了 所以我才掙扎想很久 要不要這樣穿呢 不過如果你到了日本以外的地方 你千萬不要這樣穿 對不對 這是一個原則 走路前尊後飛又大左小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找兩位 你跟你麻煩 兩位請出列 動作快點 兩位站在那邊面對著我 走路很簡單的事情 請問這樣站對不對 女生在哪一邊 一開始就站對了 再後退一點點 好不好 兩個一起推 你也推 男士也往後推 然後平行 好不好 OK 假設我們今天現場不分大小 不好意思 假設這一位是董事長 你是總經理 然後我們要尊重董事長 那一般我們要在你的長官面前走路的時候 不要距離一步太遠了 我們傳統都被叫說距離一步 其實那是表示你不喜歡那個董事長才會去你那邊的感覺 距離半步就好了 好不好 走路的時候在他左後方半步 來 預備 開始 董事長我們要走快一點好不好 好 非常棒 好 再轉過來 自動交換位置 有沒有 遵用為原則 而且呢 就算這個女生 這個女士假設只是一個親近公司的資源 你是董事長 董事長是男生 女生是親近的 我們很多男生也可以禮讓讓女生站右邊 位尊的人就叫禮讓 你懂不懂 那位置比較低的人 有時候會不好意思還是讓董事長站右邊 那時候就看董事長的啞亮 所以你做到一定的階層的時候 你就要學會啞亮 因為你的重要不是在於人家去吹捧你 而是在於自己怎麼去對待人家 好不好 所以現在呢 假設你跟董事長一邊報告 一邊走路 我們的台詞很簡單說 這樣好了 校長剛好校長還是女生好了 好不好 好校長 明天會刮颱風放一天講好不好 那校長就會答 好好放一天講 一邊走路一邊報告 我們看看呢 他們的做法對不對 我先讓他們走一遍 我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你知道你的台詞了 大家知道 預備 開始 好 鼓掌一下好不好 來 再轉過來 不好意思 讓你們不要那麼多次 一般我們跟長官報告事情的時候 我們本來不是走路在長官的總後方頒布嗎 你如果報告事情的時候 你就不要在總後方頒布了 不然長官就這樣 你說什麼 再講一遍 一定就平行走 好不好 自然舒適嘛 你跟他平行走 不代表說我沒有尊重他 是為了要報告事情 讓他聽得懂 聽得清楚 你剛剛有稍微距離 半步了 我們再一次好不好 預備 開始 太棒了 鼓掌一下好不好 請入列 謝謝 非常好的示範 我只是讓大家知道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另外我們搭乘電梯 要讓比較老肉婦孺的先進去 這個就是一種禮貌 尤其男生女讓女生 我在南非的時候 因為南非被英國殖民 所以我都是Gentleman Lady First 有一次我在亞特蘭大 看到一個美國女生 好兇喔 恰杯杯 對 電梯來了 我就講 Lady First 結果 No You go first 怪怪 可是我還是要表示我的禮貌 Lady First You go first 趕快進來 欸 電梯要往下 我心裡好緊張 完蛋了 等一下電梯打開的話 到底我是先衝出去呢 還是讓他出去呢 喔 對 電梯終於到了一樓了 我還是鼓起勇氣 還是要維持我的風度啊 對不對 我還是很戰鬥的 講一聲 Lady First 結果他看了我 You go first 喔 一次我就出去了 各位 不要因為一次的創傷 改變你這一輩子的情人 我要講的重點是在這裡 國際禮儀有時候你會出差錯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一定懂啊 對不對 那就改變你一輩子嗎 我講那個美國女生 說不定他以前曾經從 背後被人家攻擊過啊 所以他智慧性比較高啊 或者是他是大女人主義啊 為什麼 男生叫大女生 有些美國女生是這樣的啊 但是我能不能因為他一次的創傷 改變了我以後 看到女生啊 我就自己先出去 你們就被罵 不行啊 我要講的重點是在這裡 下樓梯上樓梯 上樓梯 請問女生在前面還是在我後面 前面為什麼 怕他掉下來了 OK好 下樓梯 請問女生是在後面還是在前面 為什麼 怕他掉下 怎麼女生那麼容易掉下 走路這個叫做安全委員者 不是女生比較會掉下來了 欸 可是 有一次我在紐約 去恰公 剛好電梯 故障 走樓梯 一個女生 我要禮當他 我還是講Lady First 結果他就是在那邊不願意上去啊 Lady First 後來他還是別人上去 原來他穿超短的迷你裙啊 我真是白目 你懂不懂 所以我希望他趕快走上去啊 對不對 這個時候看實際看場看了 你千萬 就不要再白目了 你就自己先上去啊 懂不懂 國際裡有很多場合都是突發狀況的 電梯裡面喔 一般我們會服務人家 這是一種基本禮貌 不管東方齊方 所以你是盡量 如果你要你讓人家啊 除非你是最長輩了啦 那你是最靠那個後面啊 一般是怎樣的 不然的話你就要站在電梯裡 大概是這樣 好 坐車 各位 大家出差的時候 從國外回來 假設你的朋友開車來載你 你的朋友開車 這個就是主人 那你應該坐在哪裡 主人的旁邊喔 不要坐爽 如果你們一群三個人 四個人 最大的就坐右前方 二三四 如果是沒有朋友來接你 小黃 Taxi Driver來接你 請問你可以坐到哪裡 六後方 對不對 因為是司機嘛 對不對 那第二在這邊 第三 第四 這樣好不好 來 我們請 麻煩你當司機 對 來 報數一 一 來 二 三 來 請出列 那司機站那一邊 面對我們這裡 然後我們四個 排一排面對的觀眾 四個排這邊 這裡 面對觀眾 動作乖一點 動作乖一點 好 我們再報數一次 一號 一二三 好 你們知道你們 假設你是董事長 你是總經理 你是協理 你是鄉理 假設 一二三四 你們四個大小 今天委屈你當小王司機 來 車子開過來 把你車子都沒有在轉 從來轉 轉 要把你變成一個人過來 車子開過來 好 到了 這個是Taxi Driver 小王 來 請上車 一號 剛才要開啊 剛才要開啊 好 來 報數 一號 剛剛是從 車子的右後方繞過去 對不對 假設呢 這邊交通很繁忙 你應該從哪邊進去 如果這邊車子很多 你剛倒到後面是不是有點危險 所以你們三個再退出吧 你就可以從 後面那個門 打開門 先進去 進去 好 進去 好 接下來 這樣是不知道 如果這邊交通很繁忙的話 因為這邊是機場航煞 這個是大馬路啊 搞不好這邊有車子 來來去去的 對不對 對啦 有可能啦 對 我只是要講一個原則 叫注意安全 好不好 你們四個人 再推到航廈裡面去 現在呢 你們開車過了 等一下等一下 現在台中市長來接你們 因為你們這公司呢 獲得什麼 國際發明禁止獎 市長特別開車 歡迎 市長開車過來 好 上車 慢著慢著 你們四個禮貌不夠 連市長都沒有打招呼 知道市長好 重來 好 再上車 來 上車 趕快 慢慢慢 你從後面可以直接穿到前面 只是穿去時空 重來 重來 要有真實的感覺 好 上車 要有真實的感覺 太棒了 鼓掌一下好不好 我們快要結論了 我們再示範一個握手 這一般國際最常用的叫握手 擁抱 我們找兩位男生 這位男生還有你 兩位請出列 一般擁抱 一位站那邊一位站這一邊 動作快一點 男生不主動跟女生擁抱 雖然在國外有時候男生會跟女生擁抱 男生不主動跟女生擁抱 但是如果男生要跟你女生擁抱的時候 你女生也不要閃了不要躲 好不好 大方一點 那擁抱的話 這是男男生特別有的 除了握手就是擁抱 請問你英文名字叫什麼 Vincent 英文名字 姓什麼 Mister Liu Mister Liu 你就叫他Vincent Vincent 那你就說Vincent Long time no see Vincent Long time no see 那你就說Mister Liu I'm happy to see you 一邊走 慢慢走到中間 然後擁抱 而且是三十年沒見在機場大廳重複 好 這樣你大概知道台詞背起來了吧 好 一邊 開始 Mister Liu 慢著你們兩個幹嘛 是殭屍啊 都沒有那個 人家我 在那邊的地方那裡 有些人都跳起來了 有沒有兩個 要有那個 Passion 有沒有 Passion 熱情知不知道 好 一邊 開始 好 鼓掌一下好不好 非常好 貼夾裡 然後找兩個女生 這兩個女生 你 跟你 好不好 一般 各位一定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貼一次兩次三次 如果你跟那個同事 欸搞不好 平常很熟啦 那在拉丁美洲很多人就 貼一下 然後再談公式 就是貼一下就好 一個站那邊 一個站那邊 如果說兩個禮拜前 你知道他去加勒比海度假 他回來了 很高興看他貼兩下 如果是在機場三十年沒見了 就可以貼三下 所以貼一下兩下三下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都是跟你平常見面的頻率有關係 請問你英文名字 達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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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安娜你就講說 long time motion long time motion 你叫什麼名字 你就講 琳達 long time 琳達 long time 琳達 long time motion 她叫達安娜 你就講達安娜 啊 It's good to see you again 講一遍 幾年沒有見了 三十年 後退一點啦 三十年沒見了 我們現在示範貼夾裡 好不好 貼夾的一個潛艇一定是有擁抱貼夾 絕對不能像企鵝 就不是貼夾 所以她是擁抱的進階版 知道台詞嗎 知道了 PASSION 三十年 想想看 三十年沒有看到老朋友了 那她的感情是什麼樣子 預備 開始 慢著慢著 快點 你是喊不出名字來了 是不是 你要喊出她的名字 她叫什麼名字 對 衝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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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開始 三 好 呼嘗一下好不好 太棒了 外國很會包裝有沒有 對 對 我講的才比較正確 這張還不夠正確 外國人會包裝啊 雖然裡面裝的東西都不怎麼樣 這點我們可以學 我要講結論 性別宗教種族職業 各位 尤其是男生 千萬不要在女生面前講黃色笑話 一定會出問題 不管你們多手 千萬不要講黃色笑話 公開廠門不講 我在印尼 有很多地方有棋風藝術 很多觀光客區去拍啊 這叫不尊重 你要拍可以 但是不要呢 像觀光客人這樣這樣去拍 怎麼樣 我們帶外賓 有時候外賓會問說 為什麼我們的這些 那個 檳榔騎士穿得那麼少 我們外交部統統從來不會去貶低我們的 國人 我們只是說他們衣服穿 少會吸引顧客 就這樣而已 no more no less 不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去拍馬屁 也不要去貶低別人 也不要去瘋癮 不悲不坑啊 顏色有它的意義 像這個一看就知道是加拿大 黃師代代表祝福 這是我在邁阿密拍的 的那個我住家的 鄰居家的那個油桶 因為他兒子在阿富汗打仗 那我太長我都會問他 How is your son 對不對 這是代表祝福 不同顏色不同政黨 這個PINK就是婦女 所以一看就知道哪裡 富13 這個是什麼 納粹 納粹的議題就不要亂講 西方比較沒有幾號 13 我們台灣不喜歡什麼 好 對方的表情首語 尤其是表情也是很重要 你要查人觀色 千萬不要比中止 如果你覺得國際理很複雜 沒關係 微笑就可以了 微笑可以化學 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物件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啊 謝謝 好那接下來的部分的話 課程是西式濤參的一個演練 那各位同學我們可能就移動到 後面的那一個 攤店用餐 那如果說 你當初在報名的時候 你選擇的是術食的話 可能請就是 吃術的同學 可能幫我 就是坐在那個 桌上我幫大家放那個 樹的那個桌卡 那大家的話都可以是 自由入座的 那可能要還大家以下 那我們演練的課程 就是到一點半 那大家請到一點半之後 再回到這間教室來上課 那請大家我們移動到 後面的那一個 呃 示範的那個廳 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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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三個 一些水煙外箱 可以改按摩 就可以超過 現在都往中 直接打 國際和外交 就是很多人 很興奮 還有一個正常的地方 不算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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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